念佛话热闹 黄大铁 您真忙啊 这夜都深了 你还不休息啊 没办法 再赶工啊 宋朝的湖南潭州 有一位靠打铁过生活的人 大家都叫他黄打铁 黄打铁一家吉口生活辛苦 所以他每天都忙着打铁 有一天 一位云游四方的行脚僧人 经过他家 黄打铁就供养师父茶水菜肴 师父用完以后就对黄打铁说 今天承蒙不识 没有什么好回报 只有一句话送给你 师父请说 你为什么不修行啊 修行虽然是好事 可是师父 我整天这么忙 怎么修行呢 有一种念佛法门 不管你有多忙 也一样可以修 哦 念佛法门 当你打一锤铁时 就念一身佛 抽一下风箱 也念一身佛 长期如此 专念南无阿弥陀佛 他日命中 必生西方极乐世界 哦 这样子念佛 我也可以修行了 是啊 黄打铁听了非常欢喜 就照着师父的话去做 一面打铁 一面念佛 终日打铁 终日念佛 黄打铁的妻子看见黄打铁终日勤劳的念佛 就问他 哎呀 打铁都已经够辛苦的了 还要再念佛 岂不是更加辛苦吗 黄打铁笑着说 以前当我在火炉边打铁 是觉得又热又恼 现在念佛了 不但不热不恼 反而觉得清安自在呢 于是黄打铁就这样始终不断的念下去 过了许多年 有一天 他对妻子说 今天我要回家了 回家 这不就是你的家吗 我的家在西方 黄打铁的妻子觉得好笑 就不理他了 这时黄打铁仍然和平常一样 边打铁边念佛 过了一会儿 他从炉里取出了一块烧红的铁 一边打一边说 叮叮当当 酒炼成钢 太平将近 国往西方 就在这时候 附近的人都听到了空中鸣奏着非常好听的音乐 而且还闻到了奇妙的芳香 黄打铁念佛 实在是现代人修行的好模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